字幕提供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阳光大道》 我们这个 Podcast 是在美洲时间逢星期一早上推出 我们的节目有三个环节 分别是健康生活,社会透时,和空中花园 现在我们有健康生活 各位听众早晨 欢迎大家收听《健康生活环节》 早晨大家 你好 今天我们讲什么呢? 上一集我们讲的有关于UV Index 如果我们对这个太阳曝曬太多 会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健康影响呢? 都有问题的 对皮肤影响很大 对 皮肤癌有时很厉害 Overexposure to your skin 就是过分曝曬 就是曝曬太多 时间太久 对我们健康很大影响 是啊 第一就是皮肤癌 皮肤癌 很大问题 因为现在有20%美国人 美国人是有这个感染的问题 太阳 即是皮肤癌 一个钟头 每一个钟头 有一个美国人 是因为皮肤癌 会过生的 除了有皮肤癌 还可以令到你皮肤很快就会老 即是老 会炒皮 如果你说anti aging 就不要看太阳 是啊 有雀斑 对 有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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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有雀斑 你有没有听过 是我听过 黑了 一点一点一点 要查东西 还有令到你的眼睛 那个白内障 会更加熟得快 即是因为它会弄到 你的眼睛里面 那个眼睛都闷了 是啊 加上又会影响你的身体免疫功能 如果你有慢性病 其他什么 是啊 有个朋友 就是有 对太阳有敏感的 嗯 嗯 那就不能出街了 不能出街 出街 就要盖到不清楚 就是要盖住才能出街 开车都要盖住 Peter 刚才说 美国人 有那么高 这个皮肤癌的 那个rate 是不是跟他们 因为他们皮肤 比较白 有关系 我想有可能是 白人的问题 很多病人都进来 我旁边就是皮肤 Dermatologist 旁边 嗯 那么久不久我们见到病人过来 噢 做什么事 有个bandage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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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天要注意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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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突然間突然有一塊東西突出來了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差不多兩個禮拜後 我建議你真的要去看醫生 給別人的意見 看看是什麼事 或者要化驗出來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癌 細胞在裡面是怎樣的 是的 如果你的脈大了 那裡就有問題了 所以特別是臉裡面的脈大了 如果你的細細的脈越整越大 就有可能那個脈裡面有些東西 有些growth在裡面 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 如果出去外面 那除了一樣 我們都要戴這個太陽眼鏡 都很重要 可以預防你的白淚漿 一定要戴太陽眼鏡 就算它有一個UV index 我們上週講過 上週講過 就是0-2 都是這麼低的時候 我們都要戴太陽眼鏡 你要買清楚是UV protected 不是普通那些 有A和B 有A和B 要一樣兩樣都要保護到才行 很重要 不要亂買 不要說這個款式很漂亮 框很漂亮 顏色很漂亮 那就買了 即不可以swap me那裡買 我不知道你在哪裡買 但就不要貪美 這個款式今年流行 但又不看它能否保護到你 總換句說話來說 我們要保護眼皮膚 那你眼睛就戴sun glass 如果你皮膚呢 你真的要擦太陽油 一定要一三十的SPF以上 那你戴帽子 穿長袖衣 那如果是太陽眼鏡 如果是外出外 一定要去那些有陰的地方 不要只是曝光自己 還有你知道很多人會喜歡打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坐車子沒有問題 不是問題 有大問題 因為坐車子未必是這樣 還有輻射 所以一定要戴著 因為打高爾夫球 在外面試個小時 是啊 那很長時間 所以我們這些預防一定要做足 可以預防皮膚癌 或者是白內障之類 還有最主要就是可以 Anti-aging 不要那麼快老化 那我今天時間差不多夠了 我們下次再說 下次再說 拜拜 近年可以說是一方面 越來越方便 因為可以用信用卡的地方 越來越多 而另一方面 可以說是越來越討厭 因為需要的現金就少了 換錢的花費也多了 換多了 用不完 換回自己貨幣又不值 換不夠 再換多一點點 又一輪的收費也不值 以前美國拖車會 就有幾種主要貨幣的散指包服務 每個office 都有些價值92元美金的外幣 那你就要付100元 即是這一行服務的收費就是8% 散指當然就是 給你一下飛機就有錢用 尤其是搭車之類 因為提款機 通常都是到處都有的 不過 如果有散指 你就可以避開機場的找換店和ATM 入到省換錢的環境 通常都會好些 正所謂機場而商場 除了可能現在離境入境都逼你走過免稅店之外 我見過很多國家的機場 都只是批准一間公司經營ATM 或者免稅店 機場這幾個行業就很難有競爭 上次說到 那些不是銀行的旅遊公司 在機場擺個ATM 還說幫你conversion 收你很貴的差價 如果你拒絕conversion的話 銀行用Visor Master的匯率 通常只是差1% 不過外國提款最大的問題 就是手續費多少 美國幾大銀行 周圍都有那幾間 很多都是去外國按錢 要收5元 變成你真的要計劃 不要拿錢多過一次 如果沒有分行的網上銀行 或者證券行的銀行戶口 就沒有這樣的收費了 不過就算你銀行不收費 擁有提款機的銀行 或者公司都可以收費 如果機主又收多 美金5元左右 加起來就10元 不過 美國有些銀行 就說會退回 機主收取的手續費給你 一個月最多幾次 所以真的要查清楚 另一方面 去實體找換店的話 通常都沒有ATM那麼划算 尤其是人工貴的國家 又有匯率差價 又有佣金 其實在美國機場換錢 幾乎肯定沒有去到外國 先拿美金換當地貨幣那麼划算 即是你出去 美國是全球最大貨幣 匯率差價都不應該太大 不過你總之真的要看清楚 問清楚 我試過有個美國朋友 在香港機場換錢 美金1元 只是換到不夠7.1的港幣 幾乎是10%差價 不過到尖沙咀重慶大廈 你以為一定很大競爭 聽聞是的 除了最近門口那間和機場一樣 一元美金都換不到7.1的 但隔壁後面第二間就很正常 和後面那些 間間起碼都7.7的 各位聽眾早晨 美根Tim早晨 你們好 各位聽眾早晨 大家好 上一集我們說到保羅 就從米利都坐船一直去到戈士 翌日到了羅底 就從那裡去到帕大那 這個地方是在小亞細亞的西南岸 這個時候他們遇到一艘船 要去肥利基的 保羅他們就上了船 船到了推羅 他們因為要落貨 所以保羅和他的朋友就在那裡 找到當地的門徒和他們住了7天 在那裡的門徒被聖靈感動 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危險等著保羅 所以他們就勸保羅 不要上去耶路撒冷 但是士徒保羅 卻不容許這些痛苦 和監禁的危險 改變他的初衷 在推羅短暫停留了7天之後 一切的弟兄和他的妻兒 都來和保羅送行 在開船之前 門徒和那些家人都跪在岸上 彼此待土 保羅等人追向南行 到了凱撒利亞 就進了全福音的肥利家裡 和他同住 肥利就是那7個執事裡的其中一個 保羅在這裡過了幾天平安快樂的日子 以後他必須經過很久 才能最享受這樣完全的自由 當保羅逗留在岸撒利亞的時候 有一位先知 他的名字叫阿加布 他是從猶太來的 當他見到保羅的時候 就拿了保羅的腰帶 綁住阿加布自己的手和腳 然後他說 聖靈告訴我 猶太人在耶路撒冷 是要這樣捆綁這個腰帶的主人 並且要將他交給外邦人的手裡 在這時候 保羅的同行者 路加和那些本地人 聽見這些的話 都苦勸保羅 不要再去耶路撒冷了 但是保羅卻不肯轉來這些職守 他決意要跟從基督監禁和死亡 在所不計 保羅這樣說 你們為什麼這樣痛哭呢? 使我心碎 我為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不但被人捆綁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 但兄們 既然看出這樣的勸告 只是令到保羅痛心 而不能改變他的意志 也不再勸他了 只是這樣說 願主的旨意成就就算了 保羅在凱撒利亞短暫的道路 沒多久就到時候了 在凱撒利亞的幾位信徒 陪著保羅和其同伴出發到耶路撒冷去的時候 他們因為預先感覺到 將要臨到保羅身上的禍害 所以心上籠罩著一層很深沉的陰影 而保羅也帶著一種 從來沒有過的憂鬱的心情 他走近耶路撒冷 因為他知道在耶路撒冷 他很少朋友 但仇敵就很多 正因為這樣 保羅正走近那些拒絕殺害上帝兒子 而有上帝憤怒 沿在上面的成一 保羅記得自從從前自己怎樣因為偏見和苦毒地反對基督的門徒 就深深地連述那些現在陷在迷惑當中的同胞 但同時保羅也感受到幫助他們的希望是何等的渺望 從前在保羅自己心裡煩燒著的同樣盲目的怒氣 而今正以說不出來的力量在猶太空角的人心裡燃燒起來反對保羅 同時連具有相同信仰的弟兄 保羅也不能依靠他們的同情和支持 那些不信耶穌的猶太人緊緊跟蹤著保羅 並且自己提前進到耶路撒冷 並且寫信散布一些對保羅和他的工作不利的謠言 甚至有幾位的使徒和長老都輕信這些謠言 他們沒有設法去反駁 也沒有表示願意與保羅和解的意思 保羅雖然被種種令人沮喪的事包圍 但他自己卻沒有灰心失望 他深信那些曾經向他心裡說話的聲音 終必跟他的同胞心靈說這些說話 並且保羅相信他的同道 所敬愛和所示愛的主 終必是不同的人和他自己一樣 都會同心合意從事福音的工作 各位聽眾 今天的時間到了 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 再見 多年以來的所有節目還可以在 Linguaspirator.net 的網站重溫 我們還會將節目上載到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Sunshine Blvd 陽光大道粵語 Podcast 大家可以按Subscribe 訂閱 我們還設有Facebook專頁 你按了Like 即是讚 就可以每個星期看到我們最新一集節目的消息 這個專頁的網址是Facebook.com 一帖 Sunshine Cantonese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